收睇有线新闻 我是謝永恩 外長王毅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穆利克回吾 兩人會面前先握手合照 再進入舉行會議的房間 上方官員分裂而坐 在王毅和布林肯發言之前 傳媒已經被要求離開 這次是去年10月 王毅訪美後兩人再到會面 上方星期六都將分別在安全會議上發言 據報王毅上個月在泰國 回悟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期間 提到安排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美國總統拜登 在今年春天會通電話 但沒有詳細說明 當時王毅和沙利文 又談及到雙邊關係 台灣問題和中東以及烏克蘭局勢等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 在獄中死亡中年47歲 克里姆林肯說當局已通報總統普京 正調查死印 林正義報導 納瓦爾尼最後一次露面 在接近北極圈的監獄中 透過視像出席法庭聆訊 當時看起來蒼白、瘦削 但還有精神開玩笑 俄羅斯聯邦亞馬爾涅涅茨地區 監獄管理局星期五發通告 指納瓦爾尼同日散步後不舒服 幾乎即時失去意識 監獄醫護人員趕到 亦都叫救護車 他們採取所有必要措施 但都無法救醒納瓦爾尼 醫生當場宣布他死亡 47歲的納瓦爾尼律師出身 曾經在全國各地發起示威 批評普京政權貪腐 贏得不少支持 但因為被指挪用公款 未獲獎參加大選挑戰普京 2020年乘搭飛機時被人以神經毒劑毒害 及時急救死女逃生送去德國就醫 他康復後堅持回國繼續抗爭 一底部就被拘捕 去年因為被指創立並資助極端組織 公然煽動極端主義活動和納水主義等罪 被判囚19年 之前已經因為欺詐、藐視法庭等罪 判監11年半 去年轉到西伯利亞西北部的高設防監獄服刑 律師團隊曾說他近期身體不舒服 曾經在囚室暈倒 擔心獄中嚴寒環境令他的病情惡化 當局已經將消息通報總統普京 正是調查死因 納瓦爾尼的遺傷納德米拉 在莫尼克安全會議突然現身 獲大會安排上台發現 他說對死訊難以置信 但是消息來源只有過去一直說謊的 普京官方喉舌 直指普京和整個政權將會受到懲處 最終被承諮於法 促請所有人一起對抗邪惡政權 有線新聞林靜儀報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在莫尼克回應納瓦爾尼的遺傷 他強調俄羅斯當局要對納瓦爾尼的死負責 並指凸顯了體制腐敗 烏克蘭等歐洲多國 都質疑俄羅斯總統普京要負責 俄方就反駁西方組下定論 李健生報導 布林肯和印度外長蘇傑生 舉行雙邊回談前主動提及納瓦爾尼的死訊 布林肯和印度外長蘇傑生 都有評論事件 直指是普京殺害納馬爾尼 有如他殘暴對待其他人 說普京應該要喪失一切和承受罪責 德國總理索爾茨就說 納馬爾尼勇敢付出了性命 之前被毒害在當地休養之後 鼓起了很大的勇氣回俄羅斯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就說 心感悲痛 強調已查清所有事實 說俄羅斯要回應很多嚴重的疑問 俄羅斯外交部就反駁說 西方輿論在鑑證檢驗前 已經作出了結論 有線新聞你見生不到 國際米亞物表演賽風波 主辦賽事的Tether Asia 主席及行政總裁向美國傳媒表示 開賽前15分鐘 知道美斯未能落場 說法和之前的公開聲明有出入 陳偉恩報導 球王美斯除國際賣亞物訪港的時候缺陣 主辦方Tether Asia比賽當天曾發表聲明 說事前並沒有得到任何關於美斯 或蘇瓦雷斯缺席比賽的消息 在賽後每天的記者會 Tether主席兼行政總裁就說 雙本場結束之後才得知美斯因雙無法出賽 已即時通知特區政府 但是他日前接受美國雜誌運動 中原專訪的時候說 當天開賽之前15分鐘 已經知道美斯不會出場 之後整個上半場都在找解決方法 包括遊說美斯落場 或在球場周邊散步或發表講話 強調一直有和國際賣亞物和特區政府保持溝通 Tether Asia又說國際賣亞物四大球星 美斯、蘇瓦雷斯等除非受傷 否則必須再趕上陣45分鐘 他們沒有澄清國際賣亞物是否違約 Tether Asia早前為事件辭協 同時宣佈透過官方渠道買票的市民 可以退款一半 又說因為這樣損失了4300萬 有線新聞 陳偉恩 藝術裝置快閃香港活動Chubby Heart 或文化藝術盛事基金贊助大約780萬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說 項目由文化藝術盛事基金贊助 資助額大約780萬 涵蓋拆展 本地設計師及藝術家創作 工作人員 保安 本地及海外推廣等費用 申請人要遵照資助協議規定 推行計劃以及履行責任 需要在活動完結後提交報告 經接納才可以拿到撥款 本港上月公司清盤中數創近兩年新高 有分析認為中數已近見頂 往後未必大升 但預期將會有大型企業捱不住 面臨清盤危機 旺浩林報導 環球和本港經濟表現疲弱 公司清盤和個人破產 呈呈呈中數顯著噴性 破產管理署最新數字顯示 1月份強制公司清盤呈呈中數達到67宗 案年增加大約四成九 案月更加升超過六成 中數是2022年4月以來最高 有分析認為中數未必會進一步惡化 但可能有大型企業面對清盤的情況 利息仍然持續高企 亦沒有利好的因素 例如外在環境仍然在打仗 邊緣政治亦是其中一個因素 破產或清盤的數字會否再往上 我覺得就算往上的機會是否很大幅增加 亦未必會 但我會覺得可能有一些清盤案件 可能會大一些 大一些的企業可能都有這樣的問題 因為都捱了一段時間 個人破產方面 期內呈呈中數有753宗 案年升五成 案月亦都增加超過一成 黎佳欣認為個人破產更加受到利息影響 相信要等到息口回落 情況才有機會好轉 有線新聞 黃浩林報道 《基本法》23條立法諮詢 還有兩個星期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接受報章專訪時說 政府未有充分利用其他國家的例子 反擊謠言力度不夠 另外有報道說 美國律師事務所限制香港員工 傳取國際數據庫 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 應為無必要 蔡永熙報道 政府正是就23條立法諮詢公眾 行會召集人葉劉淑儀說 諮詢文件援引了多國相關法例 商界都表態支持 也都未見到有其他國家反對立法 有美資資訊公司近期也確定 多了國際金融機構和專業界別客戶 要求提供在本港和內地處理資料和數據的解決方案 應對基本法23條立法 以至內地收緊網上安全和資料保護的法例 部分客戶更加將香港和內地涉及資料的相關風險等級看齊 早前也有外國傳媒報道說 有美國律師事務所限制香港員工 全取國際數據庫 葉劉淑儀說做法不必要 國安這個建議 這個諮詢文件 沒有一條國安的罪行 是牽涉將香港的數據交到內地 這個防火牆一直都在 所以對外商來說 仍然有很多這些疑慮 它們最大疑慮 所以香港會不會變成等於一個內地城市呢 這方面我想我們要不斷解釋 對於自信期的社會氣氛 葉劉淑儀說市民已經接受一定要立法 立法之後致力發展經濟是大家的共識 有線新聞 徐永熙報導 休息回來有其他新聞 稍後見 回來新聞時間 世界游泳錦標賽 港隊的何思培獲得 女至100米自由泳銀牌 保持一貫 鬆容淡定 面帶笑容進場 總成績第二名晉級 第五線的何思培 反應時間0.69秒 未算最快 頭半程率先搶出 首先轉詞 這位26歲香港女飛魚 今屆狀態大勇 非主巷100米蛙泳澤童 主巷更加實力超班 200米自由泳奪金 創造歷史 是香港首位長池世界冠軍 去到後半程未能保持優勢 被第四線荷蘭的斯顛貝金赶過 結果游出52秒56 萬事電貝金0.3秒 連續兩屆拿到銀牌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杜瓊斯工業指數跌65點 標普500指數跌3點 英國富士指數升112點 巴黎克指數升25點 其他新聞 地產結設商會向政府提交意見書 認為政府應該在地契到期前至少20年 為2047年6月30日前到期的地契續期 政府重申 目前建議最少6年的安排合適 我們仍然覺得6年是合適的 如果你是地主的話 你確實是想因應一些比較近 到期時間的情況去決定是否續期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 將原本我們建議3年提升到6年 都已經在不同的考慮之中 有一個合理的平衡 發展局補充 銀行業界曾經建議將續期時間延至10年 但是諮詢金管局後 當局認為 就算在地契到期前不少於6年 刊獻續期 本港銀行都會有適當的安排 去處理租戶案結貸款 銀行工會也未有反對建議 海關禁破本地洗黑錢集團 虧款大約140億 是歷離最大中金額的洗黑錢案件 事件中拘捕7人 包括非華裔集團主腦 小永琪報導 涉案包括大批首飾 手提電話和電腦 海關上個月底 突擊搜查11個處所 拘捕五男兩女 包括34歲的非華裔集團主腦 他在2021年5月起 同家人在香港開設8間空殼公司 報稱向海外國家出售鑽石和電子產品 用虛假貿易作驗式 轉移大量資金到香港 他同年再透過一名保險經紀 作為中間人 招攬3名本地居民開設空殼公司 和至少18個塊女銀行戶口 海關發現戶口的交易複雜 而且頻繁 戶口的最高單日入帳有1億港元 最高單日交易高達4800萬 更加曾經在一天出入帳50次 看到很多洗黑錢的特徵 雅解集團 涉案的所有疑犯正保釋後查 總值約1億7千萬的銀行存款和物業 將會向法庭申請充公 有線新聞 閃穎琦報道 社運人士古思堯早前預告抗議區選制度不公平 被判企圖煽動罪罪成判囚9個月 陳慧欣報道 事發在去年12月區議會選舉之前 社運人士古思堯預告會抗議區選制度不公平 不過出發之前就已經被捕 警方發現他打算用的黑色棺材 寫有一國兩制送殯儀館等口號 國安法指令法官蘇維德判刑的時候說 被告一早策劃行動 包括準備棺材 有意圖示威 如果不是行動之前被捕 他就會付諸行動 又說雖然香港有言論自由 但並不是絕對的權利 如果單單表達相反意見 不涉及煽動意圖 並不會構成罪行 但被告打算抬象徵死亡的棺材 寫上愛國愛黨分割議員 是藉著區選借題發揮 最終的目的是推翻政權 又說被告屢罰屢犯有15次定罪紀錄 最後一次紀錄和本案相同 考慮到避免轉出和平的社會氛圍 再被破壞 裁定他企圖作出煽動意圖行為罪罪成 判囚9個月 有線新聞陳慧欣不讀 香港婚紗 婚紗展和結婚節 一年三天在灣仔會展舉辦 由參戰商說疫情過去 生意增長一半以上 不少晉身人都說 不會因為經濟差就降低要求 許惠紅報道 人人都乘雙乘雙 拖著小手來 為接下來的人生大事做好準備 在灣仔會展一年三天 舉辦香港結婚節和婚紗展 不少就快拉埋天窗的情侶都說 就算經濟差都不會張咒 都不會 因為你一生人一次都會需要 但都盡量會理性消費 沒那麼衝動 盡量簡單 現在都輕輕婚禮 追潮流 一生人一次都是在自己預算做到最好 去台灣那邊拍婚紗照片 因為那邊我覺得環境比較漂亮 不少的參戰商都說 疫情過去生意增長超過一半以上 就算今年是蠻年 傳統上不宜分價 有參戰商說影響不大 因為通常籌備婚禮都會做一年以上準備 相信今年的生意會較去年好 又會推出優惠套餐給客 很多人因為疫情 不能飛機 因為我們都在海外拍照 所以很多客人 除了疫情時他住了餐 因為他沒有擺酒 甚至沒有拍照 他們這班客人會藉著這個時間 出來海外拍照 經濟可能還是復甦期的情況下 我們都希望公司提出一些 更加CP值高一點 的套餐 令客人不需要花費很多金錢 又可以享受旅程 又可以有一個浪漫婚禮 有婚禮公司更加退出優惠 買指定的套餐 還有至少三千元的折扣 除了傳統台灣 日本這些影婚紗照的熱點 有公司也只是研究 找內地特色地點 給新人多一個選擇 《尤善新聞》在湖虹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訪問德法兩國簽訂安全協議 德國總理索爾茨迎接扎蓮斯基 隨即展開會談 雙方簽訂了安全協議 扎蓮斯基說協議有助構建烏克蘭的新安全架構 為國家提供新機會 他期望能夠在公平的條件下 盡早結束戰事達致和平 他將會轉去法國 和總統馬克龍會面 之後就截反德國 出席穆尼克安全會議 日本說留意到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 金與正的講話 不接受他說綁架日本公民的問題已經解決 而美國官員就回應支持日朝接觸 陳曉蓉報導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說 留意到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 金與正的講話 暫時不會深入評論 以免影響日後錯傷 但對於金與正提到 綁架日本公民的事是已經解決的問題 林方正認為絕對不能接受 強調日方立場不變 會繼續根據日朝平壤宣言 尋求全面解決綁架 北韓導彈同合問題 金與正前一日說 有注意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言論 展現出和以往不同的立場 認為如果是出於大膽擺脫歷史束縛 發展朝日關係的爭議 沒有理由不值得肯定 或者有一天他會訪問平壤 岸田的真正意圖有待觀察 但以他所知 國家領導機構沒有興趣和日方接觸 又或只是他的個人看法 他不在正式評論朝日關係的位置 負責北韓事務的美國官員朴正說 華府支持日本和北韓任何形式的外交接觸和對話 目前言之尚早 有信心美方到時會獲得知會 但他認為除了中國和俄羅斯之外 平壤無意和其他國家對話 南韓就認為日朝接觸 應該要有利於朝鮮半島邁向無核化和和平穩定 由線新聞陳曉蓉報道 有些人您可以做的 從不必議